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实的反映中国的现实 包括那些80后 刚刚大学毕业 那好不容易找到工作 工资又很低 租房也租不起 只能合租 对 是吧 但同时你是要有对象 要结婚 让父母放心 这样要有房子 比如说今天中国的女孩子 对于没有房子的男人是不嫁的 有车有房子 日本呢 日本哪有不可能 比如说东大的毕业 我很多东大的毕业生和朋友 他们就是毕业22岁毕业 怎么可能想到马上买房买车的问题 再说在东京买车没有任何意义的 坐地铁更方便 那对房子来说呢 那日本这个东京收入也不算很低 但是你是踏踏实实在工作 10年 15年才会想到买房的问题 是吧 就是30多岁才有可能买房 而且呢 蜗居就是说 年轻人就像蜗牛一样 一步一步往上爬 蜗牛 蜗牛 那蜗居有什么不正常的 比如说在我们年轻人 在30 40平米的这个房间 就是说两个人合租啊 这很正常 所以说今天在中国 蜗居变成社会问题 就是因为大鹏鸟住在蜗居里 他觉得马上就能飞了 所以这个蜗居就不满意了 这还真是 你像中国这个什么人大炮 房地产商任志强啊 他这个发言论 招人骂 他就有点像你说的 他就说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 是啊 你也同意 我也同意 全世界都是 而且听说到 现在伦敦 跟东京很像 越来不买房子 聪明的人是不买房的 而且买房等于谋杀你的未来 谋杀你的未来 越定居嘛 定居越是什么 就是你不动了 那全世界化 现实化流动化的时代 你不动了 就等于 你欠下了一辈子的债 那完蛋了 所以东京的女孩子 不会不嫁 没有房子的男人 不可能 所以80后 在日本比较幸福 比如你有了房子 你反而已经不动了 没有未来 你对未来 没有什么那种 就爆发的那种力量 就成为宅男了 宅男了 日本女孩子喜欢宅男吗 不喜欢 不喜欢 觉得那是一种closed 就是一种封闭的 封闭的 还是喜欢那种创业 是吧 创业就是说到处跑 出国 流水 是吧 那就是说那房子是个 房子是个负担 哎呦 还真是 是吧 我现在 就有些这个女孩子 80后的女孩子 我就发现呢 他们对他们的男朋友 经常的抱怨 我发现女孩子是不是都像是在背后 推着男人去创业啊 就说 不务正业 我的男朋友整天就玩电脑游戏 或者就就就上网 我跟他在一起 有什么未来啊 所以为什么说被60后的抢走了 他就觉得你你你觉得日本有这样的情况吗 有 有是有 但我觉得日本女孩子还是喜欢嫁给那种 哪怕不太确定 但那种前进的那种毅力的人 有没有房子 这个这个我做过调查 好多年前 那差不多十几年前 东京女子大学 我那时候在那里访问 就一帮大学生吃饭 我就问他们 我当时给他们个选择 就是说 你现在有两个男的追你 一个是东大毕业生 没有什么钱 但东大毕业生 这个吃门 所以是很有前途的 另外一个呢 家里很有钱 有现成的房子 很有钱 但他本人呢 就是一般 长得都一样漂亮 对你都一样好 那些那些女生 先是提了第一个要求 亚莎西 所以要他要他脾气好 温和 第一个是可见日本女的很苦 对男的第一要求叫温和 中国大把温和男人 然后一定要他做选择 他们还是选择东大的毕业生 而他们的逻切是 东大的毕业生 将来自会有房子 就是相信他会有 就嫁你的未来 对 不会说现在找一个 已经有房子 家里很有钱的 他没有这样的选择 我估计现在中国的女生 我们就看眼前呢 我们看眼前呢 还要看一个Tiffany 我们就是说 结婚的时候 有一个固定的 就要说吧 你能跟 跟找辛苦一辈子吗 这是个 是男的跟女的说的 还是女的跟男的 都是这样说的 像我说你能跟我辛苦一辈子吗 对 那这样就是说 主要是男的说 那我愿意跟着你辛苦一辈子 意味着什么 男的说我愿意跟你辛苦一辈子 男的说你能跟我辛苦一辈子吗 女的说我愿意 什么都愿意 咱们这里是 你愿意跟我幸福一辈子 我保证你 跟我在一起 幸福一辈子 对不对 有保证 这是堕落 有保证 就叫堕落 所以日本这个民族啊 我觉得它还是一种艰苦的 艰苦的 阿信 勤劳的 它的连续剧叫阿信 对 其实日本人是有过苦日子的DNA的 当然这是个很正常啊 我说美国人 英国人应该是这样 中国人才是另一类 中国人你觉得 是不是好享受的民族 不是那也是最近的一些 因为现在太大跃进了 就是社会现象 所以说我就是个结果 我在80后 我一直问80后是个受害者 为什么说呢 受害者 就是中国的国家在转型 是吧 然后就是物价 蓬高 房地产这么的高 这跟收入是很不匹配的 是吧 那就是整个的社会结构 转型中的国情造成的问题 所以他们也是受害者 所以呢 当然我刚才说的比较苛刻 但我觉得还是很同情他们 你像他说的这个 卧局啊 为什么说对日本人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呢 他们找来几张照片 因为日本现在的经济啊 也是在处于衰退当中嘛 那很多人就拿这个照片来举例子 说你看 二三十平米 像这样的地方 能排三排 两米 那是一种旅馆 在东京 那是一种旅馆 这哥们呢 就是做终点工 也没工作了 晚上上哪住呢 这个CNN采访这个嘛 钻进去 有一台电视机 有一个收音机 有一个排风扇 一天晚上三十美金 但是这在东京来说 最贵的 东京来说 就算是一个卧局 你瞧瞧 跟太空船里边一致的 对对对 我睡过 效果很好 睡得早的 是吗 睡得早的 很好 没必要那么大 而且没必要那么大 而且我就是说 中国的这个年轻人 总是住一只那么大的房子 这本身是很违背 可持续发展的 可持续发展 对土地的利用率非常低 那你们这日本人 这土地利用率太高了 太高了 很不错嘛 是吧 这轻量化 是吧 缩小化 这是个现代化吗 我觉得真的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哪里走了 这个原因有很多 说日本人现在也挺惨的 你知道 就是说在他的劳动力人口当中 我在资料里看到 有三分之一的人 实际都是类似于 咱们说的临时工 终点工 而现在他这个经济状况 就是这个公司 大批的财彻这种人 所以一下子 日本人是觉得 劳动也是荣誉 我有一个工作干 那是一种 一种我的身份 对吧 突然间没有工作 对他带来的那个 冲击和打击太大了 他不像中国 中国当然也说 现在是啃老族 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在日本 好像尤其破坏 他们的自尊心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心理上的摧折 特别的大 对很大 但我们整个都不景气 所以还珍惜每天工作 不要问为什么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这是你现在是眼前的工作 在麦当劳打工 一个小时八百日元 那好好干 我觉得这是好的 他工作 没工作是不光荣 我们这里没钱是不光荣 我觉得这个没工作 不光荣还是好的 我们现在比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一个月 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我怎么一个月 才挣一千块钱 然后觉得 两千块钱 对吧 他就是觉得社会不公平 当然社会确实是有巨大的不公平 可是我老觉得好像 你比如说 现在像有一个 我们请过一个台湾朋友 他到日本 他就讲 他说你看日本料理 他就给我讲 我觉得挺心酸的 他说你看日本人好像 现在生活感觉是很发达 但是你看日本人吃的东西 我们都会觉得他们吃的很少 后来他的理论 我不一定是对的 他的理论就是说 日本历史上经历过长年的这种 困苦到生活底线的那种状态 很多日本人 就掏荒 在路上 可不就是这么一个小碗 能吃一点生的菜 能吃一点米饭 就很满意 所以他就说 某种似乎是刻苦的东西 一直沉淀在日本人的基因里 对 还是朴素 节约是个美德 你吃了这么多 剩这么多干嘛呢 你吃不下 不要点 包括那些是比如领导什么 他们都坐地铁 不要买车 那你说日本的那种富二代呢 有没有这问题 富二代确实有 但就是说在日本富二代是被侵蚀的 被看不起 被看不起的 是吗 日本年轻人的女孩子 绝对不会嫁给富二代的 富二代就是点是没能力的 他能力吗 没能力 就是靠父母 靠父母的 这样呢 这人是被看不起的 哎呦 这倒是我可以可以大致大致接受 这也不单是日本 你欧洲也是 就是说你一个年轻人 比方一个二十多岁80后的人 开了一个保时节 就很可疑了 那个就是就是你 你显然这不是你自己的钱来 你有什么好神气的 对 眼光短浅的女的才会上他的车 哎呦 所以富二代只能跟富二代结婚 做成了他们的门当户队 家庭就被富四代 咱们现在叫重新洗牌啊 对吧 往后将相 念有种户 是吧 嫁一富二代 我帮击 我就上到这个层面上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发现家藤啊 他老爱说什么什么什么美德 比如说这刚才 这个你自主创业 挣到的钱才是美德 那天做节目 他还讲了说 就在日本 暧昧是一种美德 美德 就说这个话呀 不能说明白了 就是点到为止 模糊 因为日本是个东方民族啊 比如说关系 不要说的那么清楚 不要突出那么多重点 还是要辩证中央 但是打比方说啊 把日本如果作为一个人来看啊 我上次在这个香港 我看了一个电视新闻 我有一个感想 我想求证给你 就是说我这个感想 是不是误解啊 你比如说 说是在澳大利亚这个海面上 最近那个打捞啊 打捞出来二战的时候 一艘这个医疗船 就是大家看见 写的红十字 就是医疗船 但是呢 都说一般认为 就是当时给日本海军打沉的 然后这个新闻呢 就提到说 日本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我当时我就有一个感想 你知道日本的态度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们指责我们 当年把这个红十字的医疗船 给打沉了啊 日本说的话就是说 这么多年以前的事情 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啊 这个事呢 你比如说 如果当时是我们打的 那么就怎么怎么样 但是如果不是我们打的 怎么怎么样 就为什么这个话不能说开了 就是说或者说是什么呢 如果是我们打的 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误伤 我们以为他是军舰 但是事实上打错了 就说这个事情 你可以有几种说法和解释 都摆出来 但是你看 日本呢 就一句 就说不清 但是这样是不是很容易让人 对你有个不好的这种暧昧啊 是啊 我在日本这里头要执着 他有一种 我们说根性 非常的顽固 日本的古字流 非常就是导国嘛 就是顽固的一面 但同时呢 我也有面子的问题 得罪人家的问题 比如说如果你在这个 发言人在这里什么 明确的比如道歉 说什么的话 可能会得罪在国内的一批人 在这样情况 那你怕得罪 你怕就是丢面子 那这样他谁都说不清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呢 除了日本那种 暧昧的那种模糊的文化 很庞大的关系 还有那种日本人 骨子里的一种执着 很顽固 所以日本人这个民族啊 是很不好说服 很不好说服 不好说服 不好打交道 他对太平洋战 他到现在还是称之为 太平洋战争的 在书店里边的专门专柜 还有很多书在检讨 为什么太平洋战争 我们在战略上 在战畜上会打败了 但没有从整个道义上 来把它作为一个侵略战争 所以很多人还是这样看的 但是呢 有许多又说不清楚 所以日本人这个 在旁边人看得很清楚 在我们来看来是一个缺点 但是问题是 我们看别人的缺点就容易 我们看自己的缺点就不容易 我们也有很多事情 是很清楚的 但是我们说不好说 不清楚 在这点我们不得不佩服德国人 那个民族啊 他就把自己身上的公开的秘密 就用刀把自己这个伤口 就血淋淋的给割掉 他彻底的 一是一 二是二 对吧 他就把它割掉了 其实中日都可以有所借鉴 就是说 你真的把这些自己民族上的 这些不好的东西割掉的 对你的民族反而是个好处 但是啊 我老有一个感觉 因为我还没有去过日本 但是我一直狂热的想去一趟日本 欢迎 对 日本朋友已经发出欢迎了 我 但是 我老有一种感觉 因为没去过 我老觉得日本人是不是活得不太快乐 就是他那种性格呀 是一种比较 也不把心里话兜出来 然后呢 什么事就好像自己这么这么封闭着 对对对 那么他而且又是很辛勤的工作 是 做的那个东西 那真是perfect 对吧 这个每个细节 苛求到这一个程度 但是往往从心理学的角度啊 认为这样的人会不会不太快乐 所以自家率很高 过老死特别多 我说就是中国人 就是虽然有种种 中国人宣传的渠道多 就是吃饭 很放开的 很快乐感觉 但日本人吃得很不快乐 你也有这个感觉 而且就生物压抑非常大 比如那种上班族 每天就是说 坐同一班车 是吧 然后进政府机构 然后就是天天上班陪上司 回到家已经过一两点钟了 还被老婆骂死啊 什么的 还被老婆骂 对 还没时间陪孩子啊 所以说我这儿的日本 这活得很苦 下来 还要陪那个 下车去去喝酒 对不对 这受的压力非常大的 但是呢 他又是一个 那么富裕的这个国家 我很奇怪 他这些富裕出来的这个钱呢 都在哪呢 都在他们银行的存着里 对 听说这日本富豪 说到哪 一至千金 什么 奢侈 什么狂 我听说 听说是说日本 就是说 这有点不太 那个不太好的话 就是说 就零 走之前 存的钱 最多的 就是日本 非常突出 就是说 人家不敢花钱 日本不是社会保障 就是不发达的国家 他还是中足利的 但是说大家都不敢花钱 零中存款率是最高的 最高的 那说明就是说 日本不敢消费 就是说 这还是东方传统 就中国也来也是 但是你说东方传统吧 有一样东西 我觉得中国现在啊 大家都在呼吁 但是在日本呢 好像还很严重 就是你那天 我在你的文章里看到 他用一个词 他说日语里面有一个词 叫世间样 对 世间样 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他就是等于西方的上帝 就是说 这个世间样是一种空气 就是尊敬的社会先生 大家都看着周围决定 自己干什么 选择什么 而不做主 比如过就是过马路 大家都先看周围 大家都不过 那我也不过 比如你 大家都不创业 那我也不创业 而这是从众心理 从众心理 其实日本是就是说 那个无信教的 就是我们不信任何的宗教的 神教 但我们有一种信仰 就是说我们尊敬社会先生 我们要 社会先生 社会 尊敬社会先生 要服从多数 周围人不干 那你也不要干 不要突出重点 你要不要 你也不要太突出 日本人是排斥令人的社会 在日本 韩韩绝对不会出来的 韩韩不可能 在日本不会出来 对 就是说我 有三道游几夫 对 那比如我小时候 我个子很高 就是被排斥 你就是经常举手 发言 你被排斥 你是要服从周围的 服从 服从 这种信仰 那这个民族 他怎么经济起飞 是如何起飞 就是他 团队精神 团队精神 就是因为他 所以还是有代价的 你他这个 是偏向于负面讲 我觉得有好有坏 你从好主上来讲 就是说 他这个公民的 这种所谓公德 你看西方是叫公德 但是在他这 这种世间样 实际上 他的心理动机 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不可以做出格的事 大家要是不闯红灯 我绝不能闯红灯 是不是 是这意思 大家没有随地图谈 我也绝不能随地图谈 日本人的自律 自治 这个是出了名的 所以他郁闷 所以他 他什么东西 他都往里边去 他谈也不吐出来 他练下去 所以日本极端 比如说二战之前 大家 就是沉默大多数 谁都不能说 不的情况下 有一个人 就煞动 那大家都跟着那边走 不怀疑 不怀疑 打败了还自杀 自杀率真是高 对 所以我觉得日本人 是有很极端的一面 比如那种 我们说无差别杀人事件 就是谁都无所谓 就是杀人 没错 杀父母 杀婴儿 自杀女儿 很极端 就是平时被压抑的 特别特别厉害 所以你在很关键 或者很发疯的时候 那你就是 已经就是说 失去你的 就是说本能了 就是那死边杀人 说弗洛伊德的理论 在日本民族上 就是那个 他个效果比较明显 这么看 这个日本朋友 应该多到中国来耍一耍 抒发一下 对对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那么还有就是 现在的日本人 到底怎么看中国 我发现很多网友 都想听日本人 说说这个 我觉得大家很害怕 比如说 那今年中国的GDP 马上超过日本 那大家都认为 这一刻终于来了 哪一刻终于来了 就是你被赶超的 那当然人均的GDP 那那永远是不如的 那就是说总的规模 包括整个社会的发展的 那种速度什么的 那大家都日本人认为 普遍认为 中国已经赶超我们了 他是怕中国要是强大了 会欺负他吗 我觉得没有这种欺负 也中国也没有那种 扩张的那种民族性 但是这是一种模糊的 无形中美压力 零和的游戏的 其实这样一种感情 这完全情绪化的东西 就是你不想接受 人家赶超你 对 比如说日本人 在一个班里的一个同学 原来你一直考第一 另一个同学考的第一 是不是你心里就特别的 而且一方面就是 我们很清楚 没有中国 日本不行 有自在是 我们中国我们是 第一个贸易伙伴 如果不靠 他是不行的 但同时不想接受 因为在日本人看来 中国比如说 不卫生的 脏的 是吧 他还有些是瞧不起中国的 瞧不起中国的 但另一方面 他是要马上要超过我们 我们又没有他不行 就是这种 完全结构上 相互一层关系 没法让日本人 接受这么快 而且还要从日本 近代日本的崛起的历史看 因为你再往前面看 原来中国老是第一的 日本是第三 第四第五的 日本怎么成长 就是战胜了这个第一 才变成今天的日本的 明治维新 对 日本的成功 是建立在一个超过中国 正式压制中国 这么个基础上 那现在这个东西 又重新超过他 变成第一了 过去的积累的 这个原罪感 渗透为某种的害怕 而且你看 他这个纠缠背后的 这个人 就最近出事 这个小泽伊朗 他的方面 又要跟美国那边 保持平等的联盟 但是呢 又得跟中国 搞关系 他是不是现在也觉得 在这两个大国之间 在摸索 摸索 在过度转型 那就倾向是 跟美国亲的 还是跟中国亲的 说不清楚 接下来为您播出 两会访谈录 2010 哎呦 千言万语 都在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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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